心儿带过话 将崔姨娘的神情记下 便转身离去 回到了北大乡学给于叔听 夫人听了以后脸皮发白 像是吓得不轻 她什么都没说 奴婢没在那儿多待 就回来了 于叔轻哼了一声 崔姨娘的反应 一如她所料 之前她动不动就骂她不孝 借此要挟 要这要那 这些日子在府里作威作福 她都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的人了 崔姨娘只当时 拿住了她的软肋 殊不知余叔没有发作 不过是忍让她 真要是堵住她的嘴 她多的是办法 心儿告退出去 合上了门 便瞅见了林尔 站在了不远处等她 姐姐 你去过秦宇斋了 嗯 去过了 那 那你真的照主子 那么说的教训夫人了 于叔刚才交代 星儿的时候没避人 林尔是一字不落地 听到了 什么教训 咱们主子说的都是正理 星儿皱着眉头 纠正她 看着她吐了吐舌头 忍不住轻拍了 她的脑瓜 低声道 你也是的 几时跑到云豆 那里学的嘴 都不吭一声 姐妹俩早几日 就听闻了 崔姨娘的种种不妥 有意禀报给余叔 却不好越过云豆 这个北大乡 最老资格的丫鬟 所以打算先将事情 说与她听 由她决定 怎么上告主人 哎呀 我没说呀 不是姐姐说的吗 星儿已惊 不是她说的 也不是林儿说的 那主子 几时知道 崔姨娘行为 不端庄的事 是云豆说的吗 还是主子早就有数 不声不响罢了 想到后一种可能 星儿的脸皮烧得慌 她抓住了林儿的手 半场说不出一句整句子 姐姐 你怎么了 可别吓我呀 星儿苦笑的摇一摇头 不知道该怎么对她说起 两人先前的那番 自作聪明 不晓得主子 是否看在眼里 真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说起来这几天 主子不爱叫他们 两个近身伺候 反而是魁子 那个后来的左右不离 是不是主子 以为他们油滑 不喜欢了 星儿越想越觉得 是这么回事 后悔不迭 早还不如听了林儿的话 他们先去主子跟前讨好 比起得罪了云豆 让主子厌恶 那才要命 星儿想通了这一层 拉着林儿回房交代不提 却说公布侍郎 邱夫人去过了 尹邓氏的喜宴 回到自家 傍晚接到了 虞书的一封口信 酌请他将今天 同去尹府的夫人们 列一份名单给他 虞书没有说缘故 邱夫人却是猜到了 尹夫人得罪了他 犹豫了再三 到底没有推剧此事 一来是为了交情 二来是为了明哲保身 于是晚饭后 虞书的书房上 便躺着一张 银府今日艳客的人员名单 亲朋好友是依依著名 他超越了下来 便将单子烧了 事业 不少户人家后宅 打起了喷嚏 不知道得罪了哪路的神仙 要倒霉了 第二天 虞书来到了昆林局 头一件事便是让文绍安 将上个月待发的 官婚文书都搬了出来 然后从长书楼 找出了几宗厚厚的姓氏谱系 拿着昨晚抄好的单子 让文绍安翻查 祸不侍郎 尹周荣 给我查一下 他家带婚的子女 先敌后数 没有就查他家 三代的近亲 文绍安的业务熟练 一手翻着严信棕谱 一手抄写 分分钟就将这位影侍郎府上的 有几个敌数子女 几人代嫁 几个人代娶 记了个清楚 户部给侍郎 中左廊 袁家 虞书逐一念来 整个一个早晨 文绍安就列了一份将近百人的名单 虞书看罢满意地点了点头 大手一挥 吩咐他道 照这张单子 从我批好的官婚文书里找出相关的来 剩下的你记好了啊 往后见到 通通的单独给他列出来 另外 呈给我啊 文绍安是一句废话都不多问 埋头分类 不多时 就捧了十几本文书到他的桌上 这些都是他上个月早早批好的 大硬都盖了 只等着月中 习惯发往各府 虞书检查了一遍 确认无误 然后当着文绍安的面 一本一本的撕烂了 丢到了谭语里 叫了门外的陆红进来 拿去寻个鸡脚嘎啦烧干净 陆红端着出去了 虞书回过头 文绍安正瞅着他 想了想 便对他解释了一句 这些人得罪了我 文绍安转身忙活去了 虞书倒是奇怪了 叫住他问 哎 你不劝我两句 文绍安木然道 劝什么 劝我不要公报私仇啊什么的 文绍安邪了他一眼 大有嘲讽之意 这小子虽然对虞书是毕恭毕敬 然而他面前从不畏首畏畏 还是那么个不招人待见的臭脾气 谁得罪了大人 那是他们活该倒霉 关卑职何事 大人既然做了 必然兜得住此事 何必卑职多嘴 虞书自讨没趣 摸了摸鼻梁让他忙去了 不一会儿 陆红回来了 端着冲洗干净的谈语 回大人 都烧干净了 嗯 放着吧 虞书办完这件事 只觉得浑身舒坦了 昨日在营府受了一场鸟气 惹动了肝火 今早起来嘴角便出了撩泡 他不得尽 别人也甭想好过 这关婚的文书 通常是三个月一批 不需要通过幼令官的检验 虞书掌握着决定权 几时发放 是否合合 全是他这个女狱官说了算 哪个衙门没有几层暗道 以往的女狱官 多是通过此路发家 扣留文书不发 是今年的老规矩了 若女家等不下来喜观发文 自会出钱打点 若是遇上了那不开眼的 拖延上一年半载也是有的 虞书出入官场 并未沾染这等拿人钱财 与人消灾的风气 先前的一批官婚文书 他都是抱着宁猜十座庙 不悔一桩婚的想法 一次通过 能批的都给批了 心怀善意 不想为难谁 这回是尹邓氏惹毛了他 他烧了那些官婚文书 只等着月中事发 长眼睛的都该清楚 是得罪了什么人 连同着尹侍郎府 亲近的这几户人家 一并算在内 说是谦怒 实则是要狠狠地删那 尹邓氏的一进耳光 他敢教唆 翠姨娘坑他 他就让他们亲戚朋友 从今往后 全躲着他们家 谁和尹邓氏走近 就甭想顺顺利利的 嫁女娶妇 这一日傍晚 于叔去了望鸡楼 他心情不佳 想找薛瑞喝酒解闷 没遇上薛瑞 却撞上了姜化 姜化在望鸡楼住过几日 掌柜的灵符 知道他的身份 不敢代班了 事故人来了 就请到后院 就在楼下的雅座吃茶 画篮 于叔叫着他的小字 两个人在崔家大赌坊 豪赌了一场 结下了交情 于叔喜欢他直爽的性情 多日不见并不衍生 你来找我大哥 他不在 找他作声 我是来寻你的 有什么事 是啊 喜事 姜化从秀中 掏出了一份 烫金勤俭递给他 三日后是我母亲大寿 请你过来做客 于叔触着眉 听到别人作寿 他就不逮劲 才在影凳式的喜宴上 吃了亏 气还没消呢 这就又来了 实话说 他不想去 姜化见他的神色不对 便收起笑容 不悦道 你不愿来 看不起我 哪里 你说的哪话 于叔说道 要也是你看不起我才对呀 姜化冷笑道 哼 我岂是内等 视力眼 我请你来 不过是因为喜欢你这个朋友 这上经里的女孩子家 一个个的是逆逆歪歪 独你和我胃口 我才亲自送上门 你不来便吧 何须说这自清的话呢 于叔无语 他哪里自清 不就是随口一说吗 得嘞 这位是真的开不起玩笑啊 哎呀 我去就是了 姜化这才高兴起来 与他说了几句闲话 就风风火火的走人了 于叔等不来薛瑞 一个人喝了半壶的闷酒 就在望鸡楼睡下 结果第二天起来 嘴里又多了一个大聊泡 一张嘴就呲呲啦啦的疼 于叔郁闷的不行 早上到四天间点了毛 交代了文绍安几件宫事 就拍拍屁股走了 橘子里的人 只当没有看见他六号 景臣这个主事官 整天的神龙见首不见尾 像于叔这样 天天来报道的上官 谁还能说他个半句不是 于叔没有坐轿子 出门徐清就牵了马来 他跨上小红 领着两个侍卫游街 身上的官袍都没有换下 只解了乌纱拆顶 朱鸣红底 冤蓝补子 路边老百姓见了 都要低头让道 不认得他肩上的补子 却晓得这是一位女老爷 走到了前沿大街 人多热闹 沿街的商铺是处处红火 等到了太亨商会名义下的聚宝斋 他才下了马 聚宝斋的门外 站着两个面皮白净的小伙计 看到于叔下马 眼睛一亮 赶紧地迎上前去 哈着腰往里头进 于叔来找个陪敬几次 是以这门童认得他是谁 于叔抛了个银饺子给他 抄着袖子 进到了门厅里 直接上个二楼 掌柜的丢下了正在看货的客人 拎着跑脚 小跑的也跟了上来 于大人 您今日有空来玩啊 敢瞧 裴总管今天不在铺子里 小人陪您瞧瞧 这年头经商的和当官的 差了几个阶级 也就是陪敬这样 大研算出身的情况好一些 其余的大小看见个官 都得陪孝敬礼 不爱 我随便瞧瞧 您要是忙就忙你的去吧 小人忙什么 这不正闲着吗 南行新到了一批真气 都还没有造册呢 您给长长眼 要是有了入眼的 小人就给您留下 回头入了册 再给您送到府上去 这位姑奶奶 她可是晓得的 眼下他们铺子里的顶梁的 水晶石头生意 就有她的手笔 每个月几万罐的订单 全靠着这姑奶奶支援 那就是财生爷 她能不小心伺候着吗 行了 去拿吧 余叔一张嘴就疼 尽量少说几个字 二楼好几个隔间 有大有小 每一间都设有茶座 没有门 只有一道竹帘遮掩 既尊贵了客人 显得正派 南北开窗 敞亮通快 余叔自然被请到了 最里的一家 刚落座就有好茶好水端上 一盘甜果 一盘剥好了的核桃杏仁 不多见 却是贴心 不过 余叔长了嘴泡 吃不下东西 只端了那香茶 小口小口的润了润喉咙 掌柜的麻溜去了 余叔背着手在屋里走了几圈 看着夺宝格子上的玩意儿 精雕玉玛 呵 都是真东西 前个月他来 可没这些东西 看来 都是星天志上去的 这聚宝斋里 靠着卖水晶也 发了一笔横财 不过 都在赔镜的账上 赚也是自家人赚了 等了一会儿 不见掌柜的回来 隔壁却来了人 动静不小 这墙壁不怎么隔音 是以那边刚来的客人 一开口 他就听了个一清二楚 听说你们铺子里 有卖一样水晶宝石 能够招财避邪 拿上来我看看 是个女子 余叔一听有些耳熟 便朝着墙根走了几步 这回换作了 那代客的伙计回话 小姐要赏水晶 得等到这个月的十五 再来店里 又是那个女子 软眠的声音 我不是白看你的 你只管娶来 我买了便是 小姐要买水晶 那得先下单子 先付一半定金 等到月底再来排号呢 不过 小的多一句啊 这排号最迟 也要轮到三个月后了 不知道您 等不等得及 女子顿了顿声音 才道 有现成的卖吗 我愿意出五倍的价钱 隔壁间 余叔皱起眉头 按道了一声晦气 怎么竟遇上了他 聚宝斋的水晶销路 十分之好 裴静派了心腹 到南边收购了 大量的水晶原石 上个月便返回了京城 余叔如果愿意 完全可以供应他 足够净化过的 水晶风水石 可是裴静不打算 怎么干 他和余叔商定 先收定金 再以当月总订单的 五成作为产出 剩下的五成 则推迟到 下个月交货 下下个月如是 这样一来 既保证了水晶石的锦销 又维持了价格 只升不降 使得这门生意 可以长久的经营下去 太亨商会背后的 大东家身份不一般 所以震得了门面 不怕有人硬来 安林城永不缺富贵人 这不 隔壁就来了一个 愿意出五倍的价钱 买现货 那陪客的伙计 做不了主 便请客人稍坐 他去问问掌柜的 云叔听到这里 不禁 狐疑起来 恰好掌柜的领人 躺着几只托盘进来 见到他立在墙根 方要出声 就被他抬手制止了 低声道 东西放下 我有话问你 掌柜的领会 叫人轻手轻脚地 放下了托盘 挥手退下 跟着虞叔 走到了隔间的另一侧 那隔壁的是什么人 你去打听打听 回来回我 哎 小人这就去 掌柜的急急地出去了 约莫半刻就折了回来 如此禀报于叔 大人 隔壁间来了位姑娘 领着两个家仆 车在门外听着 这位姑娘呢 看着是腿脚不好 他们做了一架软兜子 把人抬了上来 于叔又问了相貌 确认是水云无疑 便忍不住猜测 他的来由 要说 只为买水晶石来 大可以吩咐家仆去做 何必要拖着两条断腿 大费周章的亲自上门 不知为何 于叔总觉得 水云隐隐约约的 是冲着他来的 那位姑娘 愿意出五倍的价钱 今儿个要见货 大人您看 卖还是不卖 掌柜的请示于叔 虽说以往 不乏有客人 愿意出高价买现货 裴总管总是规定了 私下买卖 不过若是于叔开口 倒不是不能破例 掌柜的以为于叔 认识隔壁来人 所以存心讨巧 于叔听出了他的意思 哼笑了一声 哼 卖 怎么不买 不过五倍不行 你等下去 和他说 他想要现货 就出十倍的价钱 不然就等三个月后 这样 他要是答应了 你也别拿什么大件给他 就挑几件 黄白水金手串 让他挑选 不怕他买 就怕他买不起 掌柜的也是人精 听了这话 便知道他先前想岔了 原来隔壁 不是这姑奶奶的朋友 反倒是仇家吗 想了想 他便硬承了下来 于叔坐等着隔壁声响 听到有人说话 便走到了墙根 再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